模仿政治人物走红的艺人薛志正 近年来淡出演艺圈经营副业 那年他感染肺炎 夹牙咖啡 性命垂围 惊见冰死一瞬间 我进医院的时候大概是78公斤吧 我出院的时候是58公斤 我还洗肾耶 病危的时候有败血 肾急性衰竭肝功能绘化 一对 也出现了冰死经验 人家这不是就魂魂魄魄力了吗 然后看到躺在躺在床上的自己吧 我在洗肾的时候 我是看到 另一个我扶起来了 然后边扶边转身跟我拜拜招手 溺死的啦 不是被用电极电流的啦 是整个脑产生的变化 这个视觉也会因为那个电流变化 会让自己解读 以为眼睛看到了 甚至还看到 这些人 牛头马面的时候是我在迷留 算迷留吧 还有一个像翘虎子人 当我拿驴肝 两股是翘翘的 翘虎子人 那个 怎么办 哎 不要办了 不是牛头马面呢 就是七爷八爷的所命 我也是谈笑风声 怎么样 时候到啦 怎么样 跟他开玩笑 哎呦 那看你精神捧不错了 要不敢不敢下来 我带你去逛逛 那首惊喜 他会遇到人 遇到所谓的神 遇到死去的情人 遇到不认识的人 那有一些人说 他遇见了上帝 阿比妹妹说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 晚上七点半 台湾大搜索频道 不见不散